微微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奶渣 之前有人問到說奶渣是什麼東西 雖然我之前有做過四次影片 但我也好好的再來介紹一次吧 奶渣是什麼呢? 奶渣屬於奶製品 是起司的一種 是將牛奶中的乳清分離後 提煉出的白色渣狀 這是奶膠 池質料來自維基板科 他們這邊的奶膠有分為很多形狀 第一種形狀的呢 這是這樣子的 有點像奶酪 輪到這種感覺 蠻炸實的 通常這個東西呢 他們會把它包在布林檸裡面 吃起來就會非常有飽足感 我通常只要吃一卷再配一杯咖啡 就可以包很久 這東西好像蠻營養 可以強健骨骼跟組織之類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維基百科茶 它的功效 它有一種型態的是狗的 像這樣子 我買的這個是 它還有附贈 附果醬 這比較稀 剛剛那個比較是固體的樣子 這有點鹹鹹的耶 這有點鹹鹹的耶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子把果醬 倒進去 這樣配著一起吃 我買的是櫻桃口味的 變成這樣 紫色的 它這好特別喔 它還一塊一塊的耶 為什麼每次都買不到好吃的奶渣啊 有點怪 它這個故障的東西啊 口感好像 不知道什麼形容 它應該要是那種 入口即化的東西 可是它是一顆的 然後又鹹鹹的 它應該要是這樣子的啊 甜甜 很重的奶味 很像奶酪蛋糕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這種口感 大家來有時候的話 可以試試看 這個神奇的食物 我覺得最好吃的 還是把它包在布林餅裡面 有時候我在學校 早餐就會吃那個 但我很準備吃 因為有一頓子太常吃 所以導致我對那個味道有點害怕 太膩了 然後今天的奶渣介紹 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還 知道我介紹什麼 俄羅斯的食物的話 就留言給我吧 然後幫我按個讚 訂閱我 也可以分享影片給你的朋友喔 然後我現在有在做 聰明信片的活動 大家只要剪輯這邊的影片 進去就可以知道 活動的相關情形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